您来讲更加成熟 双方的比赛就要开始了 4-0 1-4-0 1-4-0 1-4-0 6-4-0 7-4 7-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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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1-4-0 1-4-0 7-4-0 7-5-0 7-4-0 7-5-0 三 二 三 好 反手快挡 看来现在这一层以来说是 要解决好马尔泽内尔发球这个轮次的接发球问题 又是回球太高 马尔泽内尔把球拉出了界外十平 看来这段比赛成一还是自己主动进攻失误太多 现在比分是十比十一 可以 特成功 马尔泽内尔发力冲 看来还是应该速战速决力争前一把解决战斗 因为这一方确实欧洲选手都有一个色长 中台相去能力和反击的能力非常强 马尔泽内尔突然各成抢攻得分 现在是十比十三 马尔泽内尔发会 想起来 马尔泽内尔代尔中 召唤 是 Apollo 12比13 曾经测成功 阿尔德美尔正手打回头 球没有过 曾经打直线 扣杀 阿尔德美尔放高球 第二拍 第三拍 第四拍 第五拍 第六拍 第七拍 阿尔德美尔准备打回头 球下往13平 这是双方在第一区的比赛里面出现的第三次平址 打成了9平10平 现在是13平 看来只有发动进台快步 力争前几板把对方打到退台 然后再调动对方 阿尔德美尔抢功得分 13比14 阿尔德美尔是两面反交 弧圈球结合快攻 这个点头脑还是比较冷静 快弹 好球 在回合球当中 腾异控制得不错 注意线路的变化和轻重 差力和简历的配合 现在打上了14平 阿尔德美尔技术特长还是比较突出 发球变化多 旋转强 弱点也比较丢 现在比分15比14 腾异领先一分 阿尔德美尔也是反手能够拉 能够快拨 有非常突出的中排 中防的能力 另外一个他的正手拉球的节奏 掌握得不错 特别是发力前冲这一盘呢 还是威胁不小 现在比分是14比16 横一发球16比14 抢功 反手不 准备完以后出界 16比15 阿尔德美尔赫深 打成你的正手兵当 16平 16平 这一局比赛也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 现在是16平 下枪球 发球得分 17比16 回头过高 快冲 第二拍 第三拍 第四拍 第五拍 好 行 横一手不软 连攻五拍 威蓝丹尔是准备发力打回头 15 18比16 可以扣高球的这个技术还是掌握得非常熟练 翻手快拨 挡一拍 快弹 好好球 打对手 正手的空档 哎呀 这场发力 上前一空 如果挡住的话 这一拍就有了 现在是17比18 每一个配合都经过 无数次的 推翻 还能够拿到 宝贵的一分 现在比分 现在比分17比18 现在对于腾以来说 一定要 注意抢先上手 判断好他的发球变化 现在比分是17比18 正手快带 反手快挡 马尔登尼尔的侧身 打一个 插边球 现在是18平 这一局比赛 已经出现了 六次平局 太高了 这个机会球 马尔登尼尔没有抓住 这个球呢 球拍打到了 球的下眼 把球打飞了 现在比分是18比19 在这一局比赛里面 这个球可以说 是至关重要的一分 如果抢中 得手的话 这个局面很难预料 还是球太高了 由于腾以对对方 那个发球呢 可能判断的不是特准 所以不敢抢先上手 现在19平 新发球 结果马尔登尼尔 抢了下网 19比20 19比20 马尔登尼尔是24岁 腾以今天是26岁 太高了 20平 20 现在是轮到腾一发球 抢冲一放 快弹 好球 靠沙 再靠 再靠 80吨点 快弹 放高球的水平也非常高 车放松了些外 21比20 这是第一席的离赛 真是惊心重货 现在是20比21 看看可以怎么能够接好对方的这个发球 准备时间反手 车下往这个下车球 21行 王尔德内尔的发球看来是名不虚传 现在是腾一发球 错 反手快挡 好球 还是挺住王尔德内尔的向手碰到 现在是22比21 下面又轮到了王尔德内尔发球 正是阵级出现的第九次平均 现在是腾一发球一分 21比22 王尔德内尔发球 22比 看来对于腾一来说主要是要解决好 如何接好王尔德内尔的发球 王尔德内尔的身份 王尔德内尔的攻击 23比22 冰雪 这就是非常艰苦的一局啊 真的是王尔德内尔发球 王尔德内尔心求失误 24比22 曾毅拿下了非常艰苦的这一局 这是第一局24比22 从这下我们介绍了第一局比赛的一些情况 曾毅退台 在第一局曾毅先是24比22 胜了第一局 但是胜得非常艰苦 在瓦尔德内尔得的22分当中 他自己主动得分就有20分 这说明他的攻势还是非常旺盛 那么曾毅呢 所以能够拿下这一局 主要是在推打和相视的时候呢 占了优势 没有吃亏 但是有几个机会的时候 瓦尔德内尔没有打上 如果打上以后呢 也很难说 再一个曾毅是 在接他球这个环境上吃了不少亏 看不清对方的旋转变化 所以显得有一些犹豫 不能够果断上手 那么就要在拖球的时候呢 注意防止对方的 马上抢攻的这一拍 再有一个呢 对方在这局呢 可能要加上变线攻击 侧身攻击 所以腾尔要注意 推打的线路变化 注意要调动对方 相视球腾尔还是掌握得不错 控制的还可以 现在比分是4比2 脱一拍 侧身快打 好球 手不软5比2 腾尔在比赛当中也是属于这种竞赛型的选手 这是第二局比赛 现在比分是5比2腾尔颖颜先3分 三手快挡坠入球没有过 那球出现了 5比3 6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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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瓦尔德尼尔发球 同意吃发球5比6 在准备会上同意跳说 他看不太清楚 瓦尔德尼尔这个发球 机会来了 瓦尔德尼尔回球球没有过 5比7 这球拉空了6比7 现在是瓦尔德尼尔发球 瓦尔德尼尔脱一块 扑得很低 快挡 键子球瓦尔德尼尔 按照街团明在键子当中 利用电话来规及对方 这球是没有功能的 谢谢 看来还是要增加一些主动进攻 如果光是相似的话 那么欧洲选手就被擅长于 中台这种来回球回合球 现在比分是7比8 藤尔落后一分 现在发球的是藤尔 可以发球得分 8平 成一发下全球 现在是8比9 机会 反手快挡 所以说欧洲选手比赛的时候要有很多回合这种思想准备 因为他们 这台以后这种防守能力还是非常突出 现在比分是8比10 成一发球得分 成一发球得分9比10 成一发球得分10平 这是这一局比赛出现的第四次平均 2平 1平 8平 现在是10平 10平 开始 10平 1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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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平 2平 2平 突然一个诚意正好的这个分球 但是诚意呢快打 在相声当中掌握了主动十一平 抢了胡签球得分12比十一 进发要抢过 好球 进手挡回结外 是三米之一 正手胡签球落得又急又转 球拍上有一些汗水 所以彭毅和裁判说了一下以后 到了边上把池片上的汗水再擦一下 也就这个机会冷静一下 进发要抢攻折分12比13 进手挡回头 进手挡回头 就抢攻 挖回头 球出进 3比14 球发得很低 这个很困难的球 没有打回来是3比15 就是你刺身 对方要既要防你的刺身 地球发得很低 就是我 在这就是我 我会在这儿的 我会在这儿的 中文的 我会在这儿的 推一趟 你会在这儿的 我会在这儿的 你会在那儿的 我会在这个 发球16比14 还是7对方的发球17比14 发球想过 打成一个阵子中章18比14 马尔格内尔发球想过 打的还是很坚决 发力正手抢跟出界8比15 挡住 翻手快破 出了打这个发球 7比14的 这是这个球的慢镜头 现在是19比15 抢球不上球得分 20比15看看就15比20 6比20发球得分 翻手 扣球 在那边又放弃了高球 第三拍 仅是7比20 这身工艺拍 又是扣高球 18比20 从于在落后5分的情况下 还是连击3分 这几分都是真正去把对方卡到对台 然后利用自己这个踏离扣刹 电线扣刹来调动对方 现在是18比20 确实放高球 第三拍 曾以打利口上 第五拍 第六拍 王尔德连选 将一拍 19比20 这是 这是扣人心弦 可以成为一场 日记大战 这场比赛写出代表了当今世界平潭的男子最高的水准 盛略将获得第四世界世界平潭球紧张赛 男子团体冠军的称号 在历史上 斯拉利男队 第一次获得四位四面杯 中国是十次 现在是19比20 藤一发球 冲一盘 藤一手不软 哎呀 在一个回车的进行当中 同一回车出界 21比19 纳尔德连尔又拿回了一级 这样在前两个比赛里面又是打成了一级 藤一和瓦尔德内尔决胜局的比赛 开始了 第一局24比22藤一获胜 第二局21比19 瓦尔德内尔扳回 瓦尔德内尔先打了一个拱网球 0比1 藤一和瓦尔德内尔 藤一也是打了一个擦尖球 现在上方打成了一平 第二局看来藤一主动进攻不够 好球 再来正手的轻浪 如果藤一能够像第一局的 后半局那种主动进攻 这样对对方造成一些压力 对方有的时候要打凶一些 必须要主动抢攻 也能够造成对方的失误 另外注意机会球不能丢 反手快拨 正手快带 虽然藤一这个疆势能力比较强 但是藤一这个又不是 又是欧洲选小的特长 所以要注意呢 键炉的变化 但是双方刚才都不敢轻易的侧身 怕对方打空档 藤一发力 好球 王尔德内尔主动抢攻 球没有打到 4比1 所以看来藤一还要先上手 一会球抓住不放 要体力好 一会发球这个环节 因为欧洲选手特别是 瓦尔德内尔相持能力经常强 一旦打起相持球 虽然藤一水准也不低 但是也不占优势 啪跳 藤一快挡 来人为发力十拉七千 2比4 请你准备菜带不线球 没有过4比3比4 阿尔德内尔这几个球呢 打得还是比较主动 特别他充分利用这个 发球这个轮次 不断得分 发球得分5比4 好球 反手快拨正少平等 虽然用这种打法呢 在 前两局的比赛里面 也是得了不少分 现在是打成5平 决胜局1平 4平 5平 一提 华尔德内尔把球制屈曲线 连起拉反手 反手快过 快冲 那在那里拉回前球 拉漏了 现在是六平 现在三次的时候 双方也不敢轻易的变现 一旦变现以后 那么另外一侧容易出现空档 六比七 可以发射得很七平 这是决胜局的比赛 在总的比赛来上 一比零 一战队领先一分 是阿太伊伦 二比一战胜了江家梁 所以这个第二盘呢 也是非常关键 大球 在最终快打当中 拉尔根雷尔十五 八比七 换怕是七比八 从两个人的情况来看 现在是谁发球 谁就占有主动权 要 发球 发球 最终快打得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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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节省级的比赛里面成议是10比9 领先交换场地 真的每一分之于双方来说 都是至关重要 谢谢 谢谢 现在是轮到腾一发球 抢攻一发球 抢攻一发球 马尔登的手软了 这台准备挡的时候 这个是个追身球 追迷失 在2013年里 取迷失 搁攻一发球 今天 快点 一会球 靠山 踏球 这二比十一 曾义也是利用桌面的踏球 扰乱对方的踏踏球 现在比赛是十二比十一 十二平 刚刚这位急功快打 与专注文讯陆布侠接 演话聊聊 所以每转一飞 场上都是不时的 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现在是十二平 十二比十三 尔德美尔相聚能力算是很强 现在是十三比十二 接法手掌控 十三平 现在外国献小 特别是欧洲运人排内球呢 漏洞不多 他们反手能够摆 能够拉出 特别是 中国献小直排献小比较多 那么反手位也不太好 接法手掌控 十四比十三 对手没有打到 好球 这个接线球没有抓住 在以往大家知道 中国献小前三把发球 发球想跟接发球 技术不错 现在欧洲献小这一方面 有了很大的进步和提高 特别是欧洲的代表人 能够阿尔德内尔 在发球堪称一决 十六比十三 十六比十三 在这盘比赛里面 成立在发球上 这个环境吃了不少亏 想中湖全球没有过 我就可以打出结外 十六比十四 换发球十四比十六 现在欧洲献小 不仅是在这个发球 这个团队上解决得不错 而且呢 在轻台轻巧上 抢攻上 也敢于和亚洲献小 看防 中台相视 那么一直是欧洲献小的特长 只要是相视球 他们后退两步左右拉出 一般都是战友优势 十五比十六 可以靠右两拍三拍 十六平 又到了决赛局的决赛时刻了 绿典队呢 这个被认为是当今世界平常 技术最好的一支球阵 他们属于技术型 也打法代表了欧洲和世界 一种潮流 机会来了 反手快堂 双方都不敢轻易地变线 马尔特点抢天见线 结果 谁打成之外 是心里是乐 这是双方的表情 马尔特点 显得很沉着 从于在场上是生龙活虎 这两个队人的表情也是很有意思 快队 一出行 一出行 晨一还有一次发球机会 现在十七平 现在十八平之一 瓦尔德里尔里尊与尊与尊 现在是瓦尔德里尔发球 这对于成语来说又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了 现在是瓦尔德里尔发球 发球抢空了分 是血比不新 刚才那条成语回球呢 磕得还是比较低 比较赚 但是瓦尔德里尔上台以后 在排内球就敢于抢拉护拳球 成语 扣球两派 第三派 第四派 第五派 哎呀 在宣众的时候 成语发力一块的一个球打出了界外 现在比分是二十比十七 曼尔德里尔在提侦级 有成三天 曼尔德里尔卡尘级的约 二比一的合作。 這樣,瑞德選擇王艾德雷爾, 二比一,又站上了成立。 這樣在前兩個韓國比賽裡面, 瑞德三比平常調節, 三比一,又站上了成立。 第一點。 限點。 我认识看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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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